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ron 今天想和大家來一個試吃的開箱片 因為我前陣子買了一個杯麵 就是日本金瘡魚的杯麵 我上網看 原來在2015年11月正式推出了這個產品 當時在日本賣得超級好 因為限量發售 所以很多地方都不能賣 所以在日本的超市想找到也有點難度 我記得在香港 一田、卓越的地方曾經有賣過一段時間 所以我看到它的時候就買了回來 我覺得有點貴 30元一個杯麵 但人們說很好吃 限量出售 然後它的湯底也是由日本人工養殖的大金瘡魚魚骨製成 所以我很想試試看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開箱吧 拿到手 你會看到它的大小 其實跟普通杯麵沒有什麼分別 但它的包裝是金黃色和黑色的設計 整個造型其實都很高級 我們現在打開 打開了 首先 蓋上有一些文字 這些文字其實就是金瘡魚的死亡症 裡面的內容大概是說 這個金瘡魚在養殖場裡一段時間 現在真的做得到 就算為了我們要喝的魚骨湯 所以就證明這個金瘡魚 所以就證明這個金瘡魚 你看到裡面都是一些普通的料 但它會有這些乾的唇 還有這個杯麵有幾粒魚丸 這些魚丸是杯麵非常特別的地方 也是一個賣點 所以等一下可以試一下魚丸的味道是怎樣 裡面還有一包這些精華 這一包就是金瘡魚魚骨提取的精華 這個精華就不是說馬上倒下去 然後就沖水 是整個杯麵沖水 焗了三分鐘 之後再倒這包精華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熱水 就沖下去了 我們就坐下三分鐘 這麼快就三分鐘 我們打開看看 聞下去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它剛剛說的魚丸好像挺有趣 讓我試一下它的麵 我覺得很能 我現在加上它本身配上精華 倒進湯底裡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點點不同 原來它的精華是咖啡色的液體 好像很濃郁一樣 好多了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筷子把它攪拌均勻 因為它的湯底立刻有 本身透明的 現在變成奶白色 加了之後 味道馬上變得不同了 我認真 濃郁了 真的有魚骨的味道 我覺得很濃 它的麵真的跟普通的杯麵差不多 但是它不是很軟 它煙軟我覺得很好 我現在焗了 我想應該有五六分鐘 但是它也不是很軟 但是它不太離譜 我很喜歡吃 這些麵 很有彈牙的 但是我不喜歡 有些杯麵 焗長了一點 然後它就會很軟 很不好吃 魚蛋挺有趣 我覺得有點鹹 它的乾筍也不錯 它的乾筍也不錯 它的乾筍沒有那種很臭的味道 有點像菜脯的感覺 好像沒什麼特別 它也是 它的魚丸 還有它的乾筍 然後就是普通的杯麵配料 它唯一的賣點就是湯底 它的湯底真的挺出色 我覺得 它有魚蛋只有四顆 然後乾筍也只有三四塊 然後全部都是麵和湯 所以有點渣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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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口 然後全部都是湯 湯真的喝飽了 好 來到最後 我來個性價比的總結 如果我10分來給湯底 我給8分 因為真的挺濃郁 而且挺好喝 但如果在配料方面 我真的給4分 因為不是很多食物 如果給麵的軟度和硬度 我覺得都不錯 給7分 因為湯底浸了很久 其實都不會變得非常軟 其實我是挺喜歡這些 因為我很討厭麵 變得超級軟 咬下去已經碎了 超級難吃 所以我給它的麵 7分 所以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麵 其實都可以值得一試 但如果我再給30元 買這個杯麵 我真的不會考慮 如果大家想試 或者有興趣的話 不妨上網看看 或者去一田 這些地方再看看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